北京时间1月9日 在亚洲杯一组的较量中沙特迎战朝鲜 沙特最终4比0大胜朝鲜 巴克布里世界部位球队首开记录把第二鞋子摆尾破门 朝鲜的一小将韩光成染红 被罚下达萨里和姆阿拉的下半场各进一球 从2011年亚洲杯开始朝鲜六战一平五负 最近五场连败上届亚洲杯小组赛 曾被沙特4比1横扫比赛的第一例进球出现在第28分钟 巴克布里左右拿球内线 晃开防守杀入禁区后便是一脚爆射 朝鲜门将李明国墓邓口呆沙特 1比0打破将于第36分钟 韩光成犯规送给沙特任意球机会 阿尔莫加维操招主罚主罚进去左侧的任意球机会 法蒂尔门前脚后跟将球送入球网 沙特2比0上半场结束前 韩光成故意从身后踢到阿尔莫加维 被主裁出日第二张黄牌罚下第59分钟 巴克布里小角落的捅射 被朝鲜门将李明国挡出 但随后沙特开出的脚球未能形成威胁 第65分钟 摩瓦拉德进区内拿球晃倒了朝鲜后来 最后面对大半个空门一脚射门居然打飞 第67分钟 李荣植进区前沿的凌空抽射 被沙特门将突出底线第70分钟 达萨里进区内扣开防守 最后打出一记弧线球钻入圆角 沙特取得3比0的领先第77分钟 朴光龙门前一记极为笑量的俯身冲顶 但被沙特门将拒之门外 朝鲜始终未能打入晚归颜面的一球第87分钟 沙特左右船中朝鲜后卫解为踢空门前的 摩瓦拉德拿球抢射得手 沙特最终4比0大胜取得开门红 沙特对手发阵容21奥维斯 2布雷克 4布莱西 13沙克拉尼 23法蒂尔 10达萨里 118赫布里 14奥泰夫 1622莫加维 20普里茨 要求摩瓦拉德朝鲜对手发阵容 邀里民国 二金折范 三张国折 四金圣机 五安城日 二三里日镇 七寒光城 211正日观 15李安者 16李荣之 10朴光龙